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首相当中的感情线呢 又叫天文 主管这个性格的一些倾向 包括这个婚姻感情的走势 那么感情线伸长者 表示其人比较情深 深情容易感情用事 如果是感情比较浅 比较淡的话 表示其人呢 比较寡情 不善于用情来表达 感情线如果是粗的人呢 表示其人用情比较泛滥 感情比较细的 粗 一个细 细的话表示这个专情 感情比较细腻 同时感情线也可以代表 一个人的情绪和状态 观察感情线的深浅 粗细的同时 也要配合这个大拇指 进行这个去判断 双重的感情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重的感情线 双重的感情线呢 几乎长短相等 几乎长短相等的话 表示其人感情丰富 热情重情义 是菩萨心肠 女性的话 疫情缘比较旺 往往是暗恋的人比较多 双重感情线 其上线平直 而止于中指下方的话 另一方面又想获得 在思想方面的一些绝对的自由 那么夫妻之间的容易冒合神离 是非比较多 这是一个上较到中指下方 双重感情线 前提是有双重感情线 那么第二个我看一下 这个是间断的感情线 感情线断裂 那么这个就是感情比较脆弱 对于事物缺乏耐心 婚后是容易波折 是非不断 感情不顺 这就代表感情的断裂很脆弱 那么这种特点 一般是不易早婚 早婚的话 是更不利于这种婚姻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看一个感情线 呈锁垫状 表示其人感情不稳定多变 为人不易满足而一发牢骚 喜怒无常 胆怯 做事犹豫不决 甚至自相矛盾 感情起伏比较多 容易移情别恋 婚后情感不是很美满 这是一个锁链状 锁链状其实就是感情线 带点粗的意思 粗 之前讲了 粗了就是容易烂情 对吧 细的话就是比较专情 锁链状就是感情线 非常的粗 我们再看一个 段掌文 天人合一 也就是天文和人文合成一起 做事过于偏激 容易冲动 不服输 勇于拼劲 是非常有极强的挑战欲望的人 在婚姻感情当中容易波动 如果是这个男生的话 一生钱财不断 可谓是日进斗金 在事业方面非常的有魄力 有干劲 但是婚后呢 是非常的 这个感情呢 是需要注意 太过强势不好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文理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这方面的 一些八字方面的困惑 首相面相等等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